肖战藏海传目前正在横店紧锣密鼓拍摄中 天空作美,好多年没下大雪的横店 思眠扯蓄地,下其大雪 从带拍发的雪景图上可以看到 远山静树,亭台楼阁 都被笼罩在一片矮矮白雪中,白雪雀咸春色晚 顾穿亭树作飞花,人在雪中行,晚在画中游 有了雪的点缀,一切都变得恍如梦境 美得极其不真实 寒电一场雪曾成就三部暴剧 分别是甄嬛传,步步惊心,新环珠格格 至今,观众对甄嬛在梅树下双手合十奇艳 之后与四郎在梅林间漫步 若曦一身红衣,在漫天飞雪中翩翩起舞,宛若惊鸿 还记忆有心 而肖战和他正在拍摄的藏海传就如此幸运地遇到这样一场大雪 可以想象肖战身穿大肠,走在古色古香的小一间 伸手接住一朵雪花 感叹他比甚何一种花都要灵动美好 忍不住停下总是行色匆匆的步履,欣赏着如梦似幻的美景 内心也会宠辱皆旺,无比沉彻和宁静 藏海传和甄嬛传有太多异曲同工之妙 当年郑小龙导演在拍摄甄嬛传时 也恰逢一场罕见的大雪拍下诸多经典名场面 十年没拍古装的他 而今拍藏海传,一场大雪如气而至 很难说没有点玄虚在里面 而且两部剧的拼音首字母都是一样的 当初由藏海戏林改名为藏海战 大家只觉得改后的剧名更大气磅礴 凸显大男主的位移与霸气 没想到冥冥之中还有这样的巧合 都说大雪天初暴剧 但更需要的是主创人员对演员这份工作的一份执着 和对角色的一份热忱 相信有郑小龙导演和肖战强强联合 二人都是极其严谨自律且才华出众的人 对角色始终有自己深刻独到的见解 天时地利人和藏海传也会像甄嬛传一样 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肠尾效应